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院長 這個北區趙氏啊大會 頭市長盧市長還有羅志強趙紹康等人都會同台 那當天會不會邀請韓國瑜戰壇 到時候大家就知道了 謝謝 我想要請問一下院長 鄭文燦這個當桃園市長任妹是負債的 那鄭寶欽說他玩偷天換日的數字遊戲 那院長怎麼看 他的確是在玩數字遊戲 負債超過一千四百億 他卻把這個負債東長七長 常在不同的明目底下 說他的負債只有兩百多億 我覺得他在過去的八年任內 就是在撒資源 我覺得非常非常糟糕 撒資源是要做出好事情 但是看他最近的公共工程 顯然這些錢都沒有花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那會不會覺得說鄭文燦撒這些資源是在固裝呢 我覺得的確是很有這種做法的可能 他剛剛講說 他花了這麼多錢 還沒有把工程做好 那這些錢到底花到哪裡去了呢 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去檢視 那會不會希望鄭文燦應該要說清楚講明白 本來就應該 我覺得他在議會的態度 而且我剛剛說 他把這些債務 藏在不同的明目底下 就是在迴避 就是在閃躲 各位我們高雄的好朋友 各位好朋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1126 挺善良 一起支持柯智恩好不好 今天來到這裡 我是帶著很大的感動來到高雄 實際上高雄 我是高雄女婿 在高雄也住過八年 所以對高雄有很深的感情 然後最近啊 尤其讓我振奮的是 我們的柯智恩 三世節節高深 對不對 我最近就發現 陳其邁也開始緊張 所以就說 柯智恩旋風已成 陳其邁強母之末 明星思辨 陳其邁別人想躺著選擇說 對不對 對 其實道理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這一段時間大家看看 柯智恩的誠意行動苦行 跟一顧一腳印 在在的感動了我們所有高雄的朋友 而今天坐在這個市政府裡面 關在冷氣房的陳其邁 你會發現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面對一個 有論述 有理想有熱情的柯智恩 所以他只能用錢去砸大家對不對 而柯智恩是用能力來說服大家 我告訴大家如果要把柯智恩 跟陳其邁拿來做比較 柯智恩就是一個可以拼逆轉勝的女俠 大家說對不對 而今天陳其邁就是 迴力彪王子 什麼叫迴力彪王子 你看最近的幾個事情 遠的來講 以前曾經說過 萊豬竟然總統下台的人是誰 陳其邁 等到民進黨當總統 蔡英文當總統之後 萊豬竟然他就變成總統好棒了 這種人完全沒有原則 就是一個牆頭草 就是一個迴力彪 然後以前 堅決主張公投要跟大選綁在一起人是誰 陳其邁 等到民進黨當選 把公投作廢 結果陳其邁呢 就支持公投要拆大選 而最近我告訴大家 大家也知道 我為桃園 環島走路 我已經走到花蓮 我騎了620公里 騎了32天 騎了78萬步 我在走台灣的時候 走到高雄 真的很多感觸啦 高雄大家很關心最近一個問題就是 自殺的問題對不對 很多的民眾 很多的高雄的朋友 因為經濟 因為家庭 因為總統因素 做了一個 讓人家很悲傷的選擇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結果 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希望政府來解決的時候 他跟你講什麼 不要操弄自殺議題 對不對 不要操弄自殺議題 你知道 2011年的時候 那時候陳其邁站出來痛批說 你馬政府 不要講什麼自殺率的高低 自殺通報數比自殺率更準確 所以自殺通報數增加 代表這個政府無能 所以自殺通報數增加 代表人民越來越痛苦 他可以談自殺問題 馬政府他聽他談就檢討自己 現在我們告訴大家 你讓高雄市民生無可戀 而我們要希望政府解決問題 他跟你講不要操弄自殺議題 他是不是回立標王子啊 用他的標準來告訴大家 他拿2019年跟他現在2021年去年來比 他說沒有我現在自殺率沒有增加 可是自殺通報率增加了三成你知道嗎 三成耶 不是三拍 是30到19%30拍 如果拿2016年比較全台灣的話 增加50%耶 他說過陳其邁說過 自殺通報率越高代表人民越痛苦 那請問蔡英文 你讓人民很痛苦吧 你要不要 陳其邁就叫蔡英文下台啊 要不要 陳其邁要不要叫蔡英文下台 所以真的像這樣的一個 沒有誠信沒有原則 今天說一套民間說一套 再也說一套執政說一套 所有東西民進黨能你不能 這樣一個雙標的一個政客 要不要下台 我們看到柯智恩 我真的是很感動 今天柯智恩就是一個赤腳的小蝦 什麼都沒有啦 也沒有資源啦 也沒有財力啦 就是靠自己的一個堅持跟信念 一步一腳印走在高雄 然後街頭站片面做街頭演講 刮風下雨在那邊 直接跟民眾訴求他的理念 我跟大家講 我也是街頭演講出來的人對不對 我街頭演講五百場 街頭演講有多辛苦我知不知道 很辛苦 可是這些東西在民進黨現在 那群所謂的肥貓大鯨魚啊 他們現在在那邊跟皇宮享受一樣 他完全不用刮風下雨去面對這些民意 他才用錢砸就好 但是我要跟民進黨說 不要以為今天所有的事情 你今天可以用權勢去威壓 你可以用錢財去威壓 人民的眼睛還是血料的 就像現在你也可以看到 雖然他不斷的壓柯智恩的聲勢 但柯智恩靠著努力 能力 誠意跟真心真情 已經歡喜了高雄覺醒 那時候對不對 這場選戰 非常的重要 我現在已經發起了一個 這次選戰的一個運動 叫做一一二六挺善良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四年前我也發起了一個運動 叫做一一二四滅東場 有沒有聽過 當時的民進黨政府 囂張惡霸 我們用選票 狠狠的制裁了他 但是呢 顯然制裁還不夠對不對 所以今年 11月26號 我們挺善良反惡霸 一起下加民進黨好不好 要做到這一點 幾件事情拜託大家 第一個當然讓我們柯智恩高票單選 逆轉勝好不好 第二個讓我們高雄市的議員 國民黨提名的議員 全面打好不好 第三個 我今天已經發起了一個 接融一分鐘 一起挺善良 我要號召大家 你們回去就去錄一分鐘的影片 放在你的YouTube上面 放在你的FB上面 你要講什麼都可以 但最後的一句話 請講 1126挺善良 好不好 你錄完影片之後 同時 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請他也來錄影片 而我明天 就會開始點名 我會點 張善政 我也會點 柯智恩 我會點好幾個 我們國民黨的夥伴 一起來發動這個 1126 挺善良的這個運動 讓我們把自己力量團結起來 共同下加民進黨 贏得我們真是勝利 好不好 最後一個拜託 請大家 很多人問說 怎麼幫助羅志強 怎麼樣凝聚我們的力量 怎麼樣去 翻轉今天台灣 讓我們憂心忡忡的政治 很簡單 各位請把手機拿出來 手機拿出來 搖一搖給我看 有些已經知道我的梗了 搖一搖給我看 我沒有看到就不下課了 我們今天不下課了 然後呢 把Youtube打開來 Youtube打開來 然後去搜尋 94強 94 94強 你會找到一個 也念是94強 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為什麼呢 接下來 126挺善良的 一分鐘 影片 我會開始 廣招 我們天下的 英雄豪傑 然後呢 讓大家來上船 然後讓大家來分享 讓大家來擴散 我們再去形成一個 環節 一往寬來 來改變台灣 來讓我們 未來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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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